喜欢就进入主页点击右上角设为星标吧,一个傲戏的没落贵族,奇迹般地打造了台湾最赚钱的设计公司,靠自己的设计师蒋油柏,能活成什么样? 大众对于贵公子的所有想象,大帝就是像蒋油柏这样,他是蒋介石曾孙,凭借帅气外形成为台湾女性的性幻想对象。 家道中落后,他又决定反击成为设计新贵,顺道演绎了浪子回头只爱一人的浪漫爱情,故事好看到不输电影。 今年,蒋油柏42岁,他的花边新闻占据了娱乐头版,刻薄言论不断,他却从不回应,他选择召开家族资源,坚持做了15年的设计,究竟怎么样? 最近,蒋油柏以设计师身份,带着他的互动设计新作,西游分灵新子派对到杭州演讲,上周跟一样千喜,王大人一起出演的纪录片《我的时代和我》也播出了,失去过光环,也像事业低过头的蒋油柏,依然借不掉身上的傲气,一个贵族后代绝对会让人有无言的压力去采访前。 我补了两期蒋油柏的鲁玉有约,2008年,他还是一个文弱书生,2016年,他变成了一个长发肌肉男,现在,他更像巨石强森,剃光了头发,硕大的宫二头鸡快要把衣服撑破,外形再怎么变,个性不改。 大约十年前,蒋油柏就说,骨子里的傲气,贵气,真的很难改。 对我来说,蒋油柏并非一个好的采访对象,他简单不拐弯的说话方式,让我精心抛出去的问题像撞到一块海绵上,没有回想。 这些问题你可以在网上查到,有人问及他的作息时间时,蒋油柏直接对回去,这次蒋油柏带来杭州的亲子互动项目,灵感来自他和女儿的相处。 当我想再聊下去时,他说,不回答,那是我的事情,我跟小孩的相处不是与大众分享的一题,蒋油柏不失体面,也绝谈不上配合。 私人问题,我不回答,难得的笑容有人试图加微信,他摆了摆手拒绝,不说一句话。 现场没有人问及蒋家,也没人敢提到近期的绯闻,那些生意人应该具有的圆滑、事故,所谓的说话技巧,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体现。 蒋油柏也承认,自己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与人相处,一个同时拥有那么多自负、自卑、自信、自祸和自利的贵族后代,绝对会让周遭的人感到无比无难与无言的压力。 正是这个习惯了以硬碰硬,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蒋油柏,带着成果设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,变成了最赚钱的设计公司之一。 你看我手脏不脏,手不脏的人怎么做设计。 2003年,蒋油柏27岁,开了设计公司,成果,设计在当时台湾的地位,借用蒋油柏的话,那是很下贱的职业。 他做设计的第一年,就连母亲也不解,一起坐下来吃饭,别人的儿子是医生、律师,轮到自己的儿子,开设计公司。 蒋油柏多次提到,这是他的刻意选择,就是为了绕开家族资源,进入这个从没有蒋家人做过的行业。 他不要做蒋家第四代,真的想找一种人家不屑的职业,把他做起来。 蒋油柏说出这句话,多少有点急于想证明自己的劲儿,设计似乎成了他挣脱家族命运的出口。 但我也相信,他真心喜欢设计,在我的时代和我里,他对着镜头摊开了自己的双手,逼划着,你看我手脏不脏,手不脏的人怎么做设计。 他又拿出一本书,一字一字的念,设计是以后唯一不会被取代的高薪工作。 他结合了理工科和同理心,在杭州的演讲中,蒋油柏展示了成果设计公司的一系列设计作品。 如今主要项目基本都是大陆的大型空间设计,像为广州农商银行总部大厅做的数位互动艺术装置。 当被问到其艺术装置跟日本的TeamLab是否相似时,蒋油柏不否认,每个地方都有它有自己的东西,我比较注重东西。 里面要有某种中国传统文化在,这是区别。 广州农商银行总部大厅取陈丽琼多媒体互动艺术装置。 该多媒体互动艺术装置,已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、五行循环相生的一面。 运用西洋绘画的材质技巧,融合东方水墨的产与优深,呈现出21世纪中国的瑰丽山水,结合大数据链接及时时运算计算机数字技术,打造中国大陆地区唯一。 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室内常态,兴时时数字互动艺术装置。 早期更多是像自行车、玩具、杯子等单品的设计。 杰安特自行车这款CityStorm自行车,由Michael Yang和成果设计合作设计,据说为杰安特带来了30亿的营收。 玩具成果为台北一家时尚精品店设计的系列木制玩具,包括竹蜻蜓、夺罗、剑子等。 全家好神公仔成果为台湾全家便利店FamilyMart设计的公仔,兑换量达到360万指。 据说促使全家单月销售额同比提升24%,他是商人,但他终究也信奖蒋柳白的公司,跟他的命运一样,大起大落,曾面临过两次倒闭。 我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要起床,无论我做什么,公司就是上不去也死不掉,每一天都觉得像地狱一样。 有一年春节,蒋柳白只剩下800块台币,没法给员工发红包,他开始学会妥协,在上路遇有约时坦诚,人被逼到一个地步,就会改变自己,然后绝地反击。 2004年,他帮助台湾名嘴吴祥辉设计竞选产品,而吴祥辉本身有批讲言论和态度色彩,蒋柳白则并不介意。 这只是生意上的合作,他向母亲解释,我没有借用蒋这个姓来接生意,同样也不会因为这个姓而去推掉生意。 他的第一次低头,是给上海一家公司做设计,被要求一遍遍地改,原本按照他的公子哥个性,会发脸,或许还会撕毁两张合约。 但是蒋柳白没钱,却有理想,还有责任,所以只得一遍一遍地改,改到人家满意。 15年过去了,今天的蒋柳白拥有全台湾最赚钱的设计公司,还在上海设立长城分公司。 魏珀莱雅,中国信托银行,中国银联等大品牌服务,中国银联MINIPAY迷你赴中国信托银行CTBCBANK,多媒体互动艺术装置。 有人指出他的作品颇为商业,在杭州的这场演讲,蒋柳白坦言,作为设计师,替客户寻找表达方式,说客户想说的,何时表达自己呢? 蒋柳白干脆地说,那是艺术家的事儿,管你爱不爱我,作为艺术家,他又摆手,别来靠近我,烦都烦死了。 从当初低三下四求客户,蒋柳白现在有了不对牌的客户,再大也不要的扭起,他挑客户也看对方品位,当你有选择权的时候,你至少可以找到认同你品位的客户,人不对没品位,再多钱都做不出好东西。 蒋柳白曾接手改造位于西湖段桥边的蒋经国旧居,当他发现将会有麦当劳入住旧居时,立刻撕毁了合同,他随即发表微博称,有些事,就是不愿意做,不愿意配合。 现在他回首往事,依然坚定,这是非常不尊重和愚蠢的事情,为什么麦当劳品牌可以跟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做连接,我个人是反对的。 这时候跟单纯逐利益的商人不一样,生意人蒋柳白终究新讲,我看不起小确幸,这就是自私作为生意人,蒋柳白非常讲效率,我提前一天给出问题后,蒋柳白4月上午传回一段受访录音,让我现场再补充其余问题,他早就以苦行僧形象广为人知。 2013年,我们去采访时,蒋柳白坦言其过去五年的生活,每天五点半起床,七点准时出门,八点到下午两点上班,三点到晚上九点陪伴孩子和九条狗,夜里十点再继续工作。 老板蒋柳白,永远是全公司最早到的人,要求自己会在半小时内回邮件,他热爱健身,一周四次,一次一小时,因为健身能让血管变粗,从而增加人的抓住力和耐力,又一个五年过去了。 他坦言,现在没有任何改变,在崇尚小确幸的台湾,讲柳白显得相当另类,我不认为小确幸可以帮助任何人得到任何事情,你随便讲小确幸很好,那好啊,你就不要出国啊,你妈妈最好不要生病,要不然怎么办? 所以我觉得小确幸是自私,他说自己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,喜欢不断的挑战,命运本身就不安稳,怎么求得了安分? 十二岁之前,讲柳白住大房子,吃饭穿衣都有庸园服饰,出行都是配有司机的轿车,就好像你手上有把大刀,随意砍,很赚,谁上课会有保镖,就只有我有。 十二岁后,祖父去世,讲柳白家道中落,二十岁,父亲也去世了,他要撑起一个家,他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,不仅在没有之前富裕的生活,就连过去所有的价值观都心意被推翻,人在情在,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,对我的冲击很大,很快,他成了创业偶像,不再和其他富家子一样。 热中泡巴,泡妞,追求奢侈品,帮自己趋着身体,躺在离天堂十九层远的地狱时,我反而看到了天堂的全貌,再怎么落魄,再怎么没资源。 蒋有百还是保有贵族的傲气,他曾在多次采访中透露,不喜欢别人提自己是蒋是后人,反感一切对家事的炒作,我是不快乐的,在我这一代就结束了,不要碰政治。 父亲蒋笑勇在病榻上交代,四十二岁的蒋有百始终忍离着这道禁忌,对大多数人来说,历史是遥远的,但对蒋有百来说,就是天生注定,惠离很近。 这种禁意意味着什么?蒋这个姓氏,是蒋有百想振脱却又逃不开的命运,父辈的辉煌从小就印在他的心里,他早期一点也不愿意去利用,已过不惑之年的他,正尝试着用另一种方式去延续,蒋家三代合影,后排左二维蒋有百近几年,蒋有百频繁回到故居,2016年, 长城公司在凤化注册,设立为大陆营运总部,接下凤化中学的设计,更像蒋有百与近代史的一次交汇,在设计方案里,教学楼换上了青砖,让人不由想起这所学校的前身,蒋介石就读的龙金学堂。 2017年11月,蒋有百在凤化做了思宴最美的一餐,地址就选在武岭中学大礼堂,蒋介石遵母疑训创办并命名的学校,在故乡,设计最美的一餐,他摆上荷叶,鲜花,芋头,把扇吸引到餐桌上,使得流水玄回,由于可恕,正是蒋有百曾祖父的梦中故乡, 然而,蒋有百第一次回凤化祖宅就像游客一样买了景区连票,令人唏嘘,那年他十九岁,身患癌症的父亲带着全家回乡祭祖,全家五张连票,随导游参观,在我的时代和我中,蒋有百站在故居门前,孤身一人,有点无奈,也有点孤独,凤化吸口,蒋是故里显赫的家世,是荣耀。 也是家所,正所带来的权利,商所带来的财富,都不足以让他看到幸福,蒋有百态言自己会跟孩子说,我是不快乐的,你们以后要找一个更快乐的人生,反正不要像我一样,把自己逼得那么紧,到我这一代就结束了。